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3月31日 乒乓球WTT人川冠军赛落下帷幕 在最后一战,难担的决赛中 梁敬坤承担起了国拼的重任 与暴冷淘汰队友樊振东 连赢高手晋级的巴西名将于果争夺冠军 结果梁敬坤恶战五局4比1胜出 由此而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成功登顶为王 至此,本战冠军赛的所有战斗结束 国拼女单大获全胜包揽四强 孙颖莎夺冠王曼玉摘银 王毅迪与陈梦并列第三名 外协会无人晋级四强 男单梁敬坤夺冠 马龙、樊振东并列第三 但樊振东成为了全队七位参赛选手中 唯一输掉外战的运动员 值得认真反思总结 如果来自足球大国巴西 但在乒乓球项目上的天赋 非常惊人 身体素质非常过硬的他 从小学习跳高、排球 另外还能玩13届模仿 足见其智力水平也非常高 的确是一位天才运动员 所以即便受到了巴西拼坛 水平不高的限制 于果也仍然能打败 樊振东、林高远、波尔、张本志和等名将 本次冠军赛又连赢互上损服 勒布伦兄弟樊振东晋级决赛 的确厉害 相比于于果 梁敬坤的成绩和排名都要更胜一筹 而且最近状态不错 虽然总是打决胜局、逆转盘 但最近两战比赛都在外战中抗压成功 击败多位外协会强敌 所以本次决赛仍然有较大的胜算 此前 梁敬坤对于果三胜零负 但一次比一次困难 还是得做足困难的准备 比赛开始后 于果率先发球 梁敬坤采取清白进台 然后转进攻的方式 先得一分 但随后遭到了于果的强势弧圈球 拉冲逆转 不过梁敬坤很快也打出了极高质量的进攻 并且将对手打退台 这样就能逼迫对方的回球速度 力量旋转出现衰减 效果非常不错 很快再次取得领先优势 最终以11比6强势拿下首局 第二局两人在前半段依旧打得非常激烈 比分不断出现平局 梁敬坤相对有些被动 在于果退到中台甩手发力时 有些抵挡不住 结果后半段被对方拉开差距 最终也输了一个6比11被扳平大比分 双方由此而回到同一起跑线 第三局两人展现出了超强的上选球相持能力 近 中 远台宇正 反手都能发力 比赛极具观赏性 梁敬坤虽然开局陷入被动 但很快便凭借更加稳定的输出 弥补了对于果力量的不足 最终以11比8逆转 再次取得了领先的优势 第四局于果上来就打出了一板 令人惊艳的反手远抬反拉 展现出了超强的身体素质 随后又凭借擦网再得一分 面对于果的超水平发挥 与糟糕的运气 梁敬坤并未出现心态崩盘 而是沉着冷静组织反击 出手更加精细 让于果失误频频 很快便实现反超 随后梁敬坤虽然遭到强势反扑 但最终还是以11比7取得胜利 由此而大比分3比1领先 将于果逼入了绝境 第五局于果背水一战 强行发力破防 进攻角度之大 也让梁敬坤一度有些难以招架 但国拼毕竟已经有三局在手 所以梁敬坤的心显得比较定 随即在后半段开始组织有效反击 最终以11比5成功锁定胜利 由此而大比分4比1击败雨果 避免了国拼南单全军覆没的情况发生 在最近两战国际比赛 WTT新加坡大满贯赛 WTT人川冠军赛中 梁敬坤的表现可圈可点 多次在极其胶着的战斗中 击败外协会强敌 成功捍卫国拼在南单项目上的荣耀 最后获得一贯一亚 仅仅输给队友王楚清一场球 进步非常明显 期待他能继续保持好状态 争取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机会 此外在早前的一场比赛 人川冠军赛女单决赛落下帷幕 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 4比0横扫王曼玉 轻松博得冠军 在比赛结束之后 孙颖莎也圆满地捧起冠军奖杯 王曼玉则捧起了亚军奖杯 随着女单赛事全部结束 国拼女单在人川冠军赛的总奖金 也已经揭晓了 包揽四强的孙颖莎 王曼玉 陈梦和王毅迪 一共帮助国拼狂揽28万人民币 作为主教练的马林 无疑成为了最大赢家 根据人川冠军赛的奖金分配规则 获得冠军的选手可以拿到15000美元 1000积分 亚军选手可拿到1万美元 700积分 晋级半决赛的选手 可以获得7500美元 350积分 按照上述的奖金规则 夺得冠军的孙颖莎莎获得了最高的奖金 15000万美元 国拼四人的总奖金达到了4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28万左右 不过 四位选手的奖金并不是赛事主办发给多少 就能拿到多少 而是需要根据国拼内部的奖金规则进行再次分配 比如主教练 陪练以及工作人员 因此 最大的赢家其实还是主教练马林 他可以从孙颖莎 王万玉 陈梦以及王亦迪的身上 各分得一点 这样总的算下来 马林的奖金或许才是最高 甚至有机会超过夺得冠军的孙颖莎 对于马林来说 他执教国拼女丹真是太幸福了 自从刘过良和拼协修改了奥运会选拔规则 输外籍协会选手会被扣除相应的奥运积分之后 国拼女丹选手在新加坡大满贯和仁川冠军赛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输给外协会选手的情况下 两战的比赛 国拼女丹都包揽了四强 彻底垄断了贯亚军 在奖金方面也成为最大的赢家 此外 由于陈梦在仁川冠军赛止步四强 他也在奥运选拔积分方面 彻底被王曼玉超越 接下来的几战比赛 陈梦如果再与王曼玉相遇 那么 对于陈梦来说 获得奥运会女丹资格的悬念 就真的非常大了 因为在过去的二战比赛 陈梦已经连续两次输给王曼玉 这说明 王曼玉的状态确实比陈梦要好很多 国拼在奥运女单选拔方面 肯定是以球员的竞技状态为优先原则 而在乒乓球的赛场上 马龙的名字犹如闪耀的星辰 散发着无尽的光芒 他的职业生涯辉煌壮丽 成为了一代传奇 然而时光荏苒 如今的马龙面临着巴黎奥运资格之争的严峻考验 曾经 中国乒乓球队的男子阵容仿佛早已定下 樊振东 王楚钦和马龙三人 是众人心目中身家巴黎奥运会的绝佳人选 然而 局势却在瞬间变得模糊不清 回顾近半年的赛事 马龙的表现着实让人忧心 去年11月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决赛中 他惜败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 今年2月的釜山士兵赛团体赛半决赛 他又不敌韩国选手李尚珠 3月的新加坡大满贯赛1分之1决赛 他再次遗憾输给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 短短5个月间 这位传奇选手连续在大赛中 输给3名外协会选手 未能赢得一个冠军 这一连串的失利 令无数人为之揪心 马龙仍然为国兵奋战 但是球迷们对此却不买账 有人认为马龙早就该退下来了 他的存在影响到了国兵梯队的建设 并且马龙在国兵已经失去了一些待遇 比如每个队员都有的专属体能教练 就没有为马龙安排 还有一些球迷 认为马龙不是不想下 而是不放心 马龙的传奇生涯无需赘述 他在拼潭留下的辉煌印记将永远被铭记 然而 竞技体育的残酷 也在他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马龙此前采访表达过自己的观点 年龄不是问题 能力才是关键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我们都应当尊重这位传奇选手的付出和努力